你说公关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对客户负责 我不能一次次地因为道义 背叛了我的客户啊 那我就算不上一个 合格的公关人了 我现在都开始怀疑 我自己的职业操守了 谁在挑战你啊 我的学生 学生 我这个学生非常麻烦 一次次地挑战我的立场 我最头疼的是 她还不仅仅是我的学生 还是我的老板 老板 是女的吗 她叫江大灵 我认为这是个好现象啊 好现象 她是我的学生 我怎么能被我学生的想法 一次次牵着走呢 你不会被任何人的想法牵制 假如她牵制了你 那只能说明 你们的想法中 一直有不谋而合的部分 我跟她不谋而合 是的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 你的原则从来没有被质疑过 所以你认为你的原则是对的 这恰恰是你的问题所在啊 你认为你的原则不可打破 现在这个叫江达林的把它打破了 你在教她的同时 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你 真相往往是残酷的 人们都不愿意面对 就像你也不愿意承认 自己的原则有问题一样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想要治愈你的焦虑症 你必须和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 怎么和解 有斗争才有和解啊 你的意思是 江达林多气我几次 说不定能治好我的焦虑症 从心理学角度上讲 不排除这个可能